他就是跟你吃饭聊天 你告诉我 他一个小时 他还可以收两千块 ok so 那么 这些东西 好不好 ok 当然说这个已经最远达一个远害 可是如果这样的东西 在这个社会上很多 我们总要去保障那些 病人 我还在讲其实对不起 因为我一直在面对的人 我们在医院里面是病人 这些人他是最弱势的 一些部分 这凌床性的施法当初 确实是通过这部分 所以他最后其实是有行政院卫生署 当时是卫生署 去做一个抵押 卫生署在决定 然后性识这样子 然后 讨论以后弄出一堆 领床性识法来的 然后正式的由行政院 往一把面抵押 一个方法 进入到委员会以后 然后就是 进入到后面 有领床跟脂伤 怎么合并起来 就会不会可以这样子 那 我觉得应该还是让他们都可以讲 那你性识会吗 没有 我有一个提问 好 让我介绍 如果要背紧的话 那这样会很奇怪 那就可以自己下座建议 那可以 OK 我想请问黄行李师 在医疗专业建制结构下 所谓的医生作为医院里面的大咖 没错吧 他们是没有 所谓你所说的 scientific and traditional 那一种训练 那你如何回应呢 在所有医院里面 并不是医生 他们是在大学毕业 就可以做 从事医疗行为 从事医事行为 他们也没有 如你所说的写一本硕士领文 成为一个科学家 可是我相信在大学的训练 确实是有科学家训练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你的论述上的一个矛盾 就是说 医生 医事人员 另外有科学家的训练 除非他以后去读他的硕士 OK 照你的论述的话 OK 好 那我觉得这是你等一下可以澄清的部分 因为你刚刚有在强调说 一个scientific的那一个很主要的这一个部分 在强调这件事情 所以我会想要对这个部分有一个提问 一定都要是scientific 跟那个panditioner的这一个模式吗 因为相对来说 在你隔壁那一个他就绝对不是 panditioner 他就绝对不是scientific 和罗斯出产 对 谢谢这个题目 我想我先回这个scientific panditioner是临床心理师 自己专业内部的建议 我们从来没有拿出东西去要求其他的 一个OT 可能治疗 OT之类 他们在他们专业里面要去界定 这个专业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他们的角色是什么 是由他们专业去界定的 医院里面现在有14种医生人员 最新的包括压力治疗 注冠 他们都会在他们的专业里面去建议 他们认为他们的专业需要什么东西 所以我想我必须要回应 你们有在说医生他需要什么训练 医生的训练是医生让自己决定的 OT